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編 那今天呢是第六場的這個活動BOSS 今天打的是死前巨二 那今天測試的角色一樣是用我最嫩的62級法師 那防禦的話是-80 來測試看看到底容不容易過 然後在進入之前呢 一樣是先把一些BUFF狀態下一下 好 那如果說待會有要補給的話 自己水也要多帶一些 好 那我就先準備一下 好 那都下完之後我們就直接進到裡面去打 好 那一開始他總共召喚了 一二三四五 五隻小鱷魚 然後跟一隻死前巨二 好 那今天這個難度看起來還算還好 還算還好 因為一開始損血比較快 那後來的話就算是和緩一些 至少洪水是補得回來的 那打的一樣這個都是先打小怪再打大怪 好 那我現在有一隻小怪沒打到 待會再去打 那法師的話因為放魔法可能會對這個怪物來講傷害比較大 所以我們就隨便拉一招地裂 也只有一招啦 我就拉一招地裂來打 好 那 那鱷魚他放的地裂好像比我威風雲點 好 那我現在就地裂狂炸 好 傷害可以看一下是還好 所以如果以這個防禦力跟這個等級來說 其實是還可以撐得住的 就也不需要到這個沉水啦 好 魔力看起來夠 那剛才總共炸了兩千多的傷害 所以 基本上這個傷害對鱷魚來說其實還算痛 好 那第二波的小怪又召喚出來了 那我們打的方式一樣 剛才那個瞬移其實我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因為 這裡面是不能瞬移的 好 那記得先清小怪 小怪都不強 但是就是圍毆的時候會痛一點 這樣子 基本上還算簡單 好 那過來之後 一樣是 我們待會會用這個地裂 一起去炸這個怪物 這個BOSS 他只是血厚啦 基本上 這一隻比起 前天的蜘蛛來說是 更沒有難度的 跟昨天的 黑豹是差不多的 就看起來血很厚一點這樣子而已 難度不高 好 所以如果說你的 等級不高啊 基本上來打這個其實也 不用太擔心 那以上呢 我們就把這隻BOSS幹掉了 所以非常簡單 那今天如果大家還沒去打的話呢 記得趕快去 那東西要準備的還是要準備一下 以防萬一啊 那如果是多買的話呢 就放倉庫 好 那今天這段影片就介紹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在螢幕中間 好 按訂閱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